一点听音乐 音乐听一点 听一点音乐 今天琳达又再一次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就是每一次在这个隔州的礼拜五的夜晚 都会出现在我们音乐风一点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爵士与蓝调 就是Jazz and Blues的音乐的Lulu Lulu前两次带领我们听了很多 关于这个爵士与蓝调的一些经典乐曲 不晓得今天 Lulu要带我们听怎么样的一个风格的爵士跟蓝调音乐呢 我们首先先来欢迎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就是Lulu Hello Lulu 嗨大家好 我又来了 这是Lulu带给我们欣赏的蓝调之王 BB King 还有她的吉他Lucy 所共同歌曲 那么接下来Lulu要带我们欣赏的第二首Bruce 是应该是 照你的习惯 这首歌应该是比较fashion的歌曲了 对我现在介绍新一代Generation的这个 是意大利歌手 这个意大利歌手 也是我们网站里面的成员 他是Joke Caruso 因为他是外国人 所以他受到美国人很强烈的鼓励 因为美国人他们希望本土之外能发展他们蓝调的文化 所以有一个女性DJ 我们里面团圆有个女性DJ是堪萨斯的 他就曾经鼓励这位说蓝调要唱的大声而且唱的很骄傲 才行 所以他的节奏是因为比较强烈 比较强烈适合意大利的年轻歌手 因为意大利人本来就属于拉丁情人心 他们陈述感情的方式没有那么内敛 所以他们喜欢直接表达 当然也是因为如此蓝调走向欧洲之后 带动了欧洲整个流行乐曲的曲风出来 是所以这首歌曲他应该也就融合了那个有点 南欧的风味吗 是他们直接表达 可是他们的乐器 这个乐器是因为他走向节奏蓝调里面去了 节奏蓝调就是比较强烈强烈 然后节奏蓝调再走过去就变成流行曲风了 就会变更热闹 所以我们听这条歌的时候会发现 他的弦乐器电子弦乐器中间弹得很长很长 他想要又再麦弄弦乐器 麦弄一下自己的技巧 对一定要 因为他们通常会知道说 如果我弹得好 我就唱得好 是所以我们在欣赏这首歌曲的时候 可以很充分的感受到这位歌手 他想要表达的这个乐器的部分 对 那也可以从他的乐器部分去 感受一下他可能想要表达的意大利人的热情 有 因为他就是处于蓝调的RMB的曲风 节奏蓝调已经接近摇滚风 但是他有他节奏蓝调的基础在 就是他这条叫cross road blues 就是走在十字路口的一个 blues 他的意思就是他其实在选择阶段 选择感情的阶段 可是他不像蓝调乐这么内敛 而且压抑 他就直接吼出来 直接把情绪叫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歌声当中 乐器的演奏当中 感受到那种很直接释放的情绪 对 直接释放 所以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那会很摇滚吗 已经你可以听到摇滚的曲风在里面了 有一点影子在那里了 对 很强烈的影子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 这位新一代的蓝调歌手 Joe Caluso 他所带来的cross road blues 对 I went to the grass roads Failed down on my knees I went to the grass road Failed down on my knees Hey I scared the Lord up on the mercy now Come and bump up if you please Stand in at the grass roads Failed down on my knees Failed down on my knees Failed down on my knees God espera NOBODY Documenta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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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